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猫曲信仪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我的朋友 伊林编的一本书叫做 温柔之歌木马出版社出版 温柔之歌的书名听起来很温柔 可是其实 他的讲是可能也是温柔的 但是他确实有一个暴虐的事件 拉开序幕 在法国中产阶级的区域的保姆 保姆杀了两个他照顾的孩子 他不是不爱那孩子 他非常爱那孩子 然后他跟雇主之间 也维持非常好的关系 可是他竟然杀了那两个孩子 而且是用非常残暴的方式 小女孩的胸口受到重疾 头部也受到重疾 然后小男孩很快就死了 保姆自己的自杀 他两只手都割完 然后把刀插在自己的喉咙下 那保姆为什么会杀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个小说 然后他从这里开始提问 其实这本小说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他是法国巩固文学大奖的得主 这样这是一个真实事件 然后从真实事件来抽丝剥茧的去看待 里面每一个角色所发生的事情 里面每一个角色的生命的无奈 我觉得这个是小说最最最好看的地方 其实就像评录写了黑水 为什么那个女孩咖啡店的女孩 会杀了自己的常客 他跟那个常客的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常客的先生跟他自己的年老的妻子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这几个人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是作家透过写作来抽丝剥茧的 他可能还原或可能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 但其实每个社会事件背后 套句甄嬛说的 在这宫里人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好那回来讲温柔之歌 那两个小孩的妈妈 其实本来是个律师 但是他生了孩子之后 他就必须在家带小孩 然后他甚至疯狂到 他就变成很邋遢 因为你们要知道带小孩是一件非常非常疯狂的事情 以前我不知道 但是有时候我会短暂的帮我弟带小孩 我就觉得我的天哪 只要小孩一哭 我就会马上把小孩还回 就说你小孩哭了这样 可是我自己没有亲身带小孩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 妈妈应该是全世界最辛苦的工作了吧 没有之二 全年无休 然后你要好好的看顾他们 然后所有的责任都是你的 那可是那个妈妈在看小孩的时候 他本来是个律师 是个漂亮的律师 然后很有前途性 他生了小孩带小孩 然后他有一天 他就穿着邋遢 然后领子也磨烂了 他在公园碰到他的朋友 他已经成为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于是他的朋友就邀请他说 你要不要再回来工作啊 我们需要像你这么优秀的律师 于是那个妈妈就很心动 因为在孩子跟自己当中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那后来他们找到的方法就是他回去当律师 然后他们他跟他先生努力赚钱 然后他们请保姆 这是很多人的选择 我们常会看到幼稚园虐婴 然后会看到保姆打小孩这样子 可是其实他们是非常有教养 非常好的中产阶级的夫妻 然后他们也尽量的去善待他们的保姆 可是他们的保姆有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保姆的先生是个 酗酒没有工作家暴的男人 后来死了之后 他所有的债务都变成由他的妻子来承接 这个保姆自己有一个女儿 然后也非常的叛逆 后来就离家住都找不到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保姆来到了这个家庭 然后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家庭 对他来说这里是一个温暖的不受打扰的宇宙 他依旧会收到账单 他住在一个偏远区域的破烂公寓里面 那里浴室的美菌永远都洗不干净 他住在那样的地方 但是每当他来到他的雇主的家 照顾这两个孩子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他想要维护他 他想要永远的在这里 可是他毕竟不属于这里 就后来当Million他们发现 这个保姆开始有些很怪的行为 因为小孩渐渐长大了 渐渐不需要保姆了 他就开始一直希望 Million他们只要再生一个孩子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下来 可是他们其实并没有想要再生孩子 所以后来这个保姆变得非常非常的古怪 像过期的烤鸡 或者是没有抽烂的烤鸡 对Million他们来说 他就是一个不好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丢掉 他们已经沟通过很多次 可是有一天他们回来的时候 发现那个保姆非常认真的教那孩子 如何把骨头剃干净 所以他在垃圾桶捡到一个 啃的金光的 没有一丝丝肉的空的鸡架子 可是这他们沟通过的 但是那保姆用他的方法来教育孩子 而且是一个雇主没有办法接受的状态 总之就是开始有微小的奇异 微小的奇异这样 然后后来他不是很希望他们生孩子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愿这样子 后来有一天他的所有的账单 终于被税务局寄到了他的雇主家 于是他们就开始要跟他谈 说不能这样子 必须解决这件事情 那也没有逼迫他 只是跟他讲 可是你知道那个保姆叫路易斯 他自己内在的小宇宙 其实一直是崩解的 他是靠着来到了雇主家 他的小宇宙 好像那个崩解的世界 破碎的心 好像在这里暂时得到了缓解 可是当这些微小的事情 渐渐变成一个很巨大的冲击的时候 那个保姆害怕他失去这一切 于是他竟然发狂的杀了孩子 后来Millian就是那个妈妈也崩溃了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 就是他是在讲 这当中每一个角色的无奈 这当中每一个人为什么会失控的 做出一些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好像会看到 某些人做了一些不可原谅的事 可是当我们再回去检视他的人生的时候 会发现他的人生原来是资历破碎的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把资历破碎填补好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困难 只能透过写作 透过阅读来一点一点的理解 那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会崩解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真的非常的好看 他已经要改变成电影了 而且他在法国每日销售3300本 所以推荐给大家木马文化 温柔之歌 下次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